衝百米的速度 回程卻是腳步相當緩慢 廟方人員說 是因為在等小女童慢慢走 而今天也是小女童的頭期 父親相當感謝廟方 幫忙女兒入記 讓女兒更圓滿 但是對太太恐怕沒有勇氣 說出母親節快樂 13號晚上 陳皇爺夜間降巡 廟方人員抬轎出巡 一出巡 立刻指衝小女童車禍現場 場面讓人不捨 抬轎人員不斷在路口繞圈 廟方人員向陳皇爺請示 在路口燒金陸記 進行隱魂祭典 從陳皇廟到出貨現場 距離大約一公里 出發時用衝百米速度前進 回程卻腳步緩慢 廟方人員說 陳皇爺似乎怕小女童腳步跟不上 所以慢慢走 是因為陳皇爺在走 我們的速度本身都很快 在大陸慢慢走慢慢走 三歲小女童和母親 八號走在斑馬線上過馬路 不幸被撞釀一死一傷 這個路口讓人無限哀欺 陳皇爺大駕來到這裡 女童父親表示感謝 我本身也是請教道教 那這邊也很謝謝 萬聖鳳來投發出貨 來把我們祖童的這個 譬如說這個宗教的部分 來做得更圓滿一點 小女童犧牲生命 讓社會對行人入權再度關注 希望別再有類似意外發生 終結台灣行人地獄 繼續找來關章